今天我们就离开了San Clemente State Beach 我们就会搬去另外一个camsite 通常我们搬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camsite number one check out 的时间 和camsite number two check in 的时间 可能有两至三个小时 我们就通常会去吃饭 还有我们会去办一些grocery 去买接下来那七天要吃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会放到trailer的冰箱里面 我们都挺喜欢选择Walmart这个地方 做买炸货的 因为他们的停车场通常会比较大 因为货车已经是拖着trailer 所以我们就会拍在这些pull through 两个位置 我们前后两个位置都拔了 那就打横拍在这里了 那里后面我们看到有一辆class c 它应该是死了火走不了 已经停在这里一段时间了 所以呢 class c 这种旅行车 虽然它就不用拖行 但当它如果是万一有故障的时候 就会比较麻烦 因为它的修理是比较特别 跟你说如果我们的truck break down 你容易找到车房去懂修理 比较容易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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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節目會否猜到是洗衣服 我們通常去旅行會去幾個禮拜甚至一個月 我們不會帶那麼多衣服去 所以通常每個禮拜有一天都是洗衣服 laundry day 這裡的laundry mat通常都會很乾淨 很舒服 你可以買杯咖啡 坐在這裡慢慢等洗衣服 洗衣服通常都是20至25分鐘 然後有乾衣機 你可以乾衣服 如果有些衣服不能乾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拿去露室 做Line Dry 有些露室 尤其是私人的那些 通常都有laundry room洗衣服的設施 但因為我們今次住在state park 政府的park通常都沒有 我們開車5分鐘就來到laundry mat 那邊洗衣服 帶大家看一下 好可愛 喜歡室阿 放點兒 來吧 不快 在這裡 不快 沒 衣服 不快 但 有些人 我们就来 还有三分钟 就会到达我们第二个camping的地方 Crystal Cove Moro Campground 当我们到达了之后 亦都会再望到 In a quarter mile, turn right onto Sculpe State Park Hello各位,你们好 好,昨天我们就在下午大概三点钟 就check in 了我们第二部分的南加州旅程 来到Crystal Cove Moro Campground 那我们已经settled down 今天我们就全天都不会在camp site 我们会到处去 顺便拍些video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大家看一下我们的camp site 早安 我们这个campground 就是 亦都是对着海的 那它的特色就是 这个camp site的特色就是 它好像一个梯田 那样的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说什么 它是一级一级一级 所以每一个camp site 都会可以是望到海的 那我们就是在最高的一级那里 Site number 4 那这个camp site 亦都是 跟San Clemente State Beach一样 是最多只可以 设计到7晚的 那大家看到 离远的建筑物呢 就是洗手间 和洗澡的地方 那我们都很喜欢这个camp site 因为它很private 那这个camp site呢 就在前面 就挡住 人家看不到我们的camp site 这里里面 我们摆了个gazebo 今次设计了 因为这里没有什么高的树 但是呢 它旁边就有很多些bushes 就和旁边的座位置隔开 所以呢 在这个private市方面 就是很好的 那这个camp site呢 就在San Clemente 我们是dry camping 但是这个camp site呢 我们就有e and w 我们是有电 亦都有水 所以今次大家就见到 白色这个呢 就是连接着 我们那个trailer供水 那里 我们就叫做 City City Water Connection 而呢 黑色那条呢 就是我们的electric cable 就是供电给我们整个trailer OK 看着这里先 我们现在出街啦 其实是个问题 就是这个味道之后 可以 OK 走一下 OK 走一下 就是哦 大家先 对 在这个厚子上 对 噢 在这个厚子上 可以 的 一二二一 二二 二二 一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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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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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非常好 非常好 這裡做菜和煮菜都是泰國人 所以很正宗 我們吃完東西就會回露室 多謝大家陪我們玩了一天 下次再見 拜拜